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在汉朝的时候 有个汉武帝刘彻 刘彻在四岁就被封为交通王了 说这一天 他在后宫跟他姑姑长公主在玩耍 长公主非常喜欢刘彻 把她抱在腿上就问了 彻儿啊 以后长大了 要娶媳妇吗 刘彻小孩嘛 人家问什么就答什么 他就回答 好啊 于是 这长公主只在左右侍女共女 一百多人就问了 那 这个 好不好呢 有时候一摇头 不要 那 这个呢 不要 那 这个呢 也不要 这长公主心想 嘿嘿 这小孩条件还挺高的呀 最后 这侍女共女一百多人全问完了 刘彻都不要 最后 长公主指着自己的女儿陈阿娇就问了 那 阿娇好不好呢 刘彻一看阿娇 她就乐了 她说 好啊 如果能娶阿娇的话 我要造一个金屋子给她住 这就是成语 金屋藏娇的由来 而后来刘彻长大 东基为汉武帝 她还真的就兑现这个承诺 她立了阿娇为皇后 还造了一个长门宫给她住 据说啊 这长门宫 金饰品还用的特别多 这刘彻 阿娇就这样 隆情蜜意 感情越来越好 因为这阿娇姓陈 所以也叫做陈皇后 陈皇后就这样住在长门宫内 一住就住了十几年 然而十几年过去了 陈皇后却是一直没有生育啊 于是汉武帝就又娶了一个叫魏子夫的妃子 陈皇后这样就受到拢络了 她私下找来一个巫师 想那魏子夫是以法术诅咒 这迷信的做法自然是没什么作用 汉武帝还是非常宠爱魏子夫啊 后来魏子夫还生了一个儿子 汉武帝干脆就立她为皇后了 陈皇后受不了这样打击啊 她想起来有一个人叫司马向儒 写了一篇子虚妇 写得非常好啊 她就把这司马向儒找回来 希望他能为自己写一篇妇 而成皇后愿意花一千两黄金来买这篇妇 这要按现在的话说呀 叫做搞费从忧 司马向儒费尽了心机 写了一篇长门妇 又叫长门宫妇 这篇妇把成皇后受到冷落之后 那孤独空虚的心境 完完全全的表达了出来 这篇妇写完了 拿到成皇后眼前一看 成皇后那是看一遍 哭一遍 看一遍流一遍眼泪 成皇后哭完了 派人把这妇送到汉武帝那 汉武帝是个懂妇的人 他一看着妇 哎呀 也是深受感动 可惜 最后还是未能与成皇后 重修就好 说千金买妇 这成语比喻不惜重金 去买一篇好文章 也能比喻文章价值延长 今天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